娱乐转圈圈 这两人的绯闻传了很久 但是此前没有一次是承认的 2018年一起合作电影协商 传出了恋爱传闻 两人否认 2019年1月两人一起 在美国洛杉矶逛超市被拍 热恋说爆发 但是两人大放否认 就是好朋友而已 这两人就是全世界的人 都希望他们在一起 但是当事人不来电 终于两人合作 爱的迫降来电了 根据透露两人合作完 爱的迫降后开始恋爱 已经有8个月左右了 在拍摄电视剧期间 两人沉浸在角色中 电视剧结束后 分开生活 发现产生了思念之情 拍完电视剧后 两人偶尔会聚在一起 私下联系紧密 两人都喜欢高尔夫运动 被Dispatch拍到了 两人一起运动 全冰亲自教孙艺珍 打高尔夫 两人空闲时间的 都在江源道 某高尔夫球场打球 后来两人 确定彼此的心意 在一起了 全冰的经纪公司 表示两人的确是 通过作品结缘 孙艺珍的经纪公司 也承认了两人的恋情关系 在1月1日这一天 当事人孙艺珍在链子上发文 首次谈及恋情 为什么这么害羞呢 看孙星儿写的话 感觉幸福 都要一出屏幕了 全冰不是孙艺珍 第一个男友 但是是孙艺珍 第一个公开承认的男友 孙艺珍以前说的是 自己会悄悄恋爱 不会让粉丝担心 所以一直 从未公开过恋情 他本人也是那种 不太随意恋爱的人 他认为恋爱最重要的是 两人性格 爱好契合 之前也很少遇到 这样的男方 所以从这一次 孙艺珍大放承认 看得出来 是真的很喜欢全冰 并且相当重视 这段恋情 网友 不结婚 很难收场 CP分太满足了 我客的CP真的在一起了 目前结婚说 新闻都出来了 韩国日药新闻透露两位近日 正准备结婚的相关消息 在首尔汉南洞 高级住宅区的房地产 相关人士透露 全冰的父母 此前物色 汉南洞一栋最高级别墅 差一点就签 约了 当时就听说 那栋房子 或许是全冰 孙艺珍的婚房 那是一栋价值超过100亿 超6000万 的最高级别墅 全冰的父母 对此建筑 非常的满意 但是在看房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点 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最后 没有签约 这件事情 在演艺界传开了 在房地产界 也在传播 之后全冰 孙艺珍的恋情 就公开了 据说两人本来计划在 2020年的下半年结婚的 但是两人都是 1982生人 所以推迟到了 2021年 最迟是 2022年年初结婚 大欢喜 这一次刻到了真的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